厲害了 現場陪我們讓我們再次歡迎絕命青年 嗨 歡迎Sony 來我們Sony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Sony 歡迎Sony 我是Soft 歡迎Soft 二位就是絕命青年 剛剛我們聽到的歌曲前一陣子說 發行 好有Q的一首歌叫做 這首歌叫做沒有愛情煩惱 然後是好像是 八月發行的作品 然後其實裡頭也收錄著 或者應該說很多的創作的靈感 都是來自於自從搬到台灣之後 在台灣所見所聞 然後帶給你們的音樂的這個 創作上面的靈感刺激 呃 我們好多東西可以聊 我們先應該從哪裡開始聊起 像從 進去一下嗎 先問問Sony 怎麼樣 國語有開始變得比較好一點嗎 我可以 覺得國語很好 不要緊一點 呃 如果 如果大家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一直提起來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 其實因為很可愛 讓我們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是因為在 好 金曲獎的紅毯當中 二位因為恭喜了獲得入圍 然後 還好嗎 怎麼 哦 還好 沒有 因為 剛剛我發覺自己其實沒有太高 所以也是要把他幫他幫他教你 哦 越條越低這樣子是不是 金大很高哦 不是金大 你沒有看那個NEO更高 他沒有用這個嘛 哦 他沒有用Mine Stan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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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呃 之前在金曲獎的紅毯當中 特別帶了一個可愛的道具 帶了一個是 呃 冰箱 冰箱嘛 對 我還以為是那個 那個野餐盤 不是 是一個冰箱 然後呢 因為Sony很可愛 希望能夠把獎杯帶回家 結果 後來Sony講成 現在還會講錯嗎 應該不會了吧 可能 可能 現在你還記得獎杯 國語 普通話應該是 呃 講 剛剛就提醒了啦 獎杯 對 獎杯 因為在當天晚上是 傍晚的時候是講成是 獎輩 想要把獎輩當 我們現在有另外一個 就是可以講 最近有什麼 有什麼學 因為剛剛金大賽貨臺就 稱呼我們做前輩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欸 我們不是前輩 我們現在是長輩 然後他還很好奇 哦 你們幾年吃了 你們是長輩 然後他就很驚訝 所以金大賽可能 可能金大賽不太知道 這個故事 就是因此 然後是 就變成長輩 長輩這兩個字 從此以後就一直 圍繞在你們的身邊嗎 還是 沒關係 我們就也要介紹 這裡是長輩 長輩也蠻 身分地位蠻好 那就不要青年啊 絕命長輩 你覺得怎麼樣 也可以啊 是一個不充的ID 絕對 老的時候就 絕命阿嬤 絕命 不過可愛可愛的 二位其實 過去其實在香港算是 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發行音樂作品 所以說 長輩也好 說前輩也好 我覺得都是很成立的 但是 呃自從成為了這個 絕命七年之後 發行的音樂作品 很多都已經開始變成了 是跟台灣的生活當中 有所連結 剛剛我們聽到的這種 沒有愛情煩惱 其實之前我相信 應該也有分享過 但是在座的 大家可能還是會想要聽一聽 什麼地方 呃 帶給了你們 你們覺得台灣的生活 什麼地方 是讓你們覺得有趣的 新奇的 甚至於融入在歌曲裡頭 我問他 其實我想要講講這個 故事的起源 就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呃做音樂 已經有一點嘛 嗯 然後又發現 台灣的年輕人 好像都很需要愛情 他們很喜歡 暈船這樣子 所以我們為了想要成為這個 台灣的天團 哈 所以我們就想說 要寫一首情歌這樣子 嗯 但是可能因為肚子裡面的墨水不夠 我想寫的時候 就想要寫的時候 就 畫面出現的都是那種 台灣的生活的點點 嗯 例如有一個騎士真的 在我面前滑倒嘛 然後我還幫他報警 那個雨天他就滑倒 我還幫他報警 然後我不知道要打什麼號碼 我又打了112 後來我跟台灣的朋友聊天 我才知道 哦原來你們不知道112是可以打的 等一下1 1 有人知道112 報10 那是117吧 117才可以報10 有人知道112 112是救援的號碼 然後是在緊急的狀況下 很緊急 你可以撥打那個 不是打119或110嗎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亂打 亂打就打112 112是國際的救援的號碼 對所以我就播了12 然後他很驚訝 你問你為什麼打這個號碼 我就 呃呃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這個台灣人 我會亂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他是台語跟廣東話的切換 不好意思 這種事情 現在還是有時候會錯亂就對了 沒有我台語很好啊 我台語 阿嬤我知道 馬上就進入到狀況 喔 所以因為在街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結果變成了你們的音樂創作的內容 那沒有愛情煩惱 你們還覺得這是一首情歌嗎 還是一個可以 也是情歌喔 幫你擺到前面 這個這個 我們 擺到前面 因為剛剛我看到你在後面摸 所以這首歌你覺得還是一首是情歌的概念嗎 還是太日常 我覺得其實 呃 沒有愛情的煩惱 也是愛情的煩惱嘛 所以他也算是情歌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那個外送員的故事 外送員都聽得了啊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我很喜歡跟 陌生人聊天 然後我就 經常就是 呃 叫外送 然後我會跟他 聊一下 然後就是 送來的時候跟他聊一下 就是 因為他可能在等 或是 我會說 辛苦了 你說message上面跟他聊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我 然後就是 我會直接問他 最近有愛情的煩惱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然後有一個 哇這強啊 對對對 一個說啊 單身30年 對 所以才有五胎單身嗎 對對對 哇塞 你沒事跟人家聊這麼深層的東西啊 對啊 沒有很深的 很深吧 那個 瘦快 瘦快 但是也有一個是 沒有 沒有 沒有煩惱 柯柯這樣 柯柯這樣 其實我好怕耶 他知道我們家裡 我好興奮耶 對啊 好興奮喔 我怕他在家門外等你耶 對啊 這 的確 所以隨時 隨便都可以攀談起來 就對了 他是這樣奇怪 所以 所以 原來沒有愛情煩惱 其實我覺得寫的是這種歌 某種程度上面你們思維可能也開始變得滿台灣話 就是有這種 開始隨時期待著暈船的一個概念 之後有開始進入到 就是 現在看到台灣的年輕人還會真的覺得大家就是 沒有愛情是一件很煩惱的事情 你覺得一般的概念當中來說 有因為歌曲出了之後 現在再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有稍微改觀嗎 還是也 我覺得這個 沒有愛情或者是 沒有愛情的煩惱 跟年紀是沒有關係的 喔 因為其實這首歌有兩個意義嘛 沒有愛情你煩惱 沒有愛情的煩惱 喔 也可以啊 也很好啊 也想要送給一些就是 你可能過著一個很美好的愛情的人生 感情的人生 就完全沒有愛情和煩惱 那也是過得很好 那個逗號看你想要擺在哪裡 對對 喔那個逗號看誰想要擺在哪裡 OK 是這樣子我就理解了 那 接下來我們要先講 10月20號對不對 10月20號 對 我們在 10月20號在女巫店 有一個 Unplugged 一個 Acoustic Set的一個演出 女巫店的 不插電的演出 對 就是因為平常我們都是 Full Arrangement 對 然後當天我們會就是 全部歌都是一把吉他 然後就是 還有Luper跟一些小東西 來演出 就是比較純粹的一個演出 演出 演唱會的名稱 那邊 你遺忘在我衣櫃裡的化成山 對 如果大家想要出席的話 記得要穿花襯衫 喔 那是Dress Co 對 那那件你遺忘在我衣櫃 有叫 李的花襯衫 對 在10月20號在女巫店 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想要感覺 因為對 沒錯 剛剛我們聽到其實在 這個絕名青年歌曲當中 有一些可能比較輕電音的感覺 然後這些不同的元素 都會被strip down 都會被 拿掉 在這次演出當中 比較簡單純粹的 音樂的這個編排 也會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講到新 Soft 接下來要聽到的歌曲 是一首全新的首唱 對 全新的作品 會在10月份推出 這首歌 我聽說在背後的 創作的故事 算是帶有一點點心酸的 嗯 也算是吧 因為剛剛金大也提到了 那個關於離開的 他寵物的一個事情 對 剛好我們這首新歌 也是關於寵物 因為最近 我有兩個朋友的 他們的寵物 都離開認識 那種 離開真的很突然很難過 但我們想說 那個回憶 因為你跟你的寵物之間 肯定會有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是想把那個美好的回憶記錄下來 然後因為 其實我的IG都追蹤很多那個 狗啊 貓啊 全部都是那些的帳號 然後 我有看過一些影片 就是那個狗 你家的寵物的狗 很快就是 當你出了那個家門的時候 他待一整天在門口 就是為了等待你的回來 我就覺得那個 狗狗的中心 跟他對你的愛 真的很巨大 然後所以 我有時候在那個 臉書的社團上面 看到一些送養的發文 我都覺得很不開心 我會覺得 你其實決定要養他 就是一個一輩子的承諾 你為什麼 就覺得他很難管教 你就要把他送走呢 所以就 這首歌其實有一點像是 一個理人化的角度去 就是聊寵物跟你之間的那個關係 希望是可以照顧他一輩子 他也會陪著你一輩子 這首歌曲叫做 答應我以後都會陪著我 聽起來也是一個情歌的概念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Jerry今天的全新首唱 名字很好 名字很棒 他改的 他改的 所以我們先來搶先來欣賞這首全新 有哪首歌的名字不是我改的 對 先聽歌 好